Hi everyone, this is Lisa from Step Ask nice to meet you all on this channel 小學升中學的你是興奮、緊張還是不安呢? 有些同學可能升上英文中學會有少少擔心 所以今天就等Mr Lisa和你們快速講下 小學和中學最不同的地方 和升上英文中學常用的日常字句 Let's get started 小學和中學其中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循環周 即是cycle的制度 中學不會再用星期一至五的方法去排上課時間表 而是用day one到day six 甚至有些學校會用循環周 是day one到day seven 以這個表為例 當一個cycle是七日 九月一號星期四開始是day one 星期五是day two 如此類推 那如果有公眾假期又怎樣計呢? 我們會照上下一個上課日才開始繼續數下去 所以同學收拾書包的時候 就記得看清楚是day幾 小學和中學第二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課外活動 英文我們會說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或者after school activities 中學的課外活動選擇比小學多很多 例如有不同的校隊 包括school teams 制服團隊 uniformed teams 和興趣學會 clubs或者societies By the way 稱呼學會的會長或者校隊隊長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分不清 Captain Chairperson President 和leader的用法 Captain是校隊隊長 例如 Captain of the Athletic Team 就是田徑隊隊長 President或者Chairperson 就是組織的主席 例如 The President of the Students' Union 就是學生會主席 Leader是隊長或者令隊 通常我們做group project的時候 會選一個人做隊長 他就會是group leader 或者team leader 教清楚點稱呼 就遲些不怕失禮人 來到最後一個聲鐘tips 就是很多同學 剛剛升上的英文中學 最擔心最緊張的英文問題 和答問題 英文科 是一科很需要時間 去慢慢培養語感的科目 而不是一試三刻 背後就可以馬上 像是native speaker這樣說話 所以同學如果英文底本身有少少弱的話 就要練多些 看多些劇去培養語感 Mr.Lisa今天準備了幾句 學校可以很常用的罐頭字句 給大家旁下身 學英文就由這幾句開始背起 第一句就有 Excuse me Mr.Lisa May I be excused? 第二句 Sorry I have left my assignment or tax book at home 第三句 如果教員室外面有全夫妻的話 同學可以說 Paging Ms.Lisa A student would like to see you Please meet her outside the staff room 如果我們沒有全夫妻的話 就可以等一個老師出教員室 然後再跟她說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Ms.Lisa Could you please invite her to meet me outside the staff room? Thank you 第四句 Excuse me Ms.Lisa I don't feel well Can I go to the sick room? 第五句 Sorry would you mind repeating that? 或者你可以說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Could you repeat that please? 星中tips就講到這裏了 希望大家接下來在新學年可以順利開學 認識多些新朋友 和有個很開心的校園生活 喜歡我這條片記得CLS 留言告訴我還有什麼英文 topic想我分享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星級導師全傾 撞你補底奪勝 距離下屆DSE 不遲亦不早 由現在起追上進度 快人一步 個人化學習平台Snap Ask 隨時隨地自選教學節目 令學習變得更輕鬆方便 我會360度地傳授中文捐一的答題技巧 務求幫大家成功報四追五 當你去分辨出,追上堅 佔分多,同時容易理解的題目 解釋不同題型上的得分和陷阱位 掌握MC技巧、長短問題題型 讓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應付分數比例佔得最多的PayPal1 指定組合承諾期內 只需每月288元 在18個教學節目 隨時看,隨時重溫 包括主科和選修科 掌握補底奪勝精讀功能 遇上學習難題? 用手機程式隨時翻問 導師幫你解答 MiauTV,Snap Ask 在起跑線為DSE備戰 替我加油,我們同意 我們同意